很多人都不是很敢 或者放膽去用精油 整個系列都是想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用精油可以用得很輕鬆的 首先我看一下我上不上到那兩個頻道 好 開始了 今晚我們就講一個未完的戀情 好像在我們的精油世界裡面 經常都會講一些臭小孩 甚至乎是一些情緒 壓力 但我們好像沒什麼講過愛情 其實愛情都會帶給別人很多焦慮 壓力 開心 不開心 如果在一段戀情裡面分手 而又不開心的話 我們會怎麼處理它呢 在精油的世界裡面 其實花香精油是一個藝術來的 它可以使你放下一些東西 所以都可以使你如果太香 你會覺得那些精油香味很妖艷 如果太利 你會覺得太沉重了 其實去調配一個精油的比例和複方 其實都是一個藝術來的 好了 我們回到這裡了 如果在那段感情裡面 我不能夠讓你快樂 人最基本的條件除了你飽肚之外呢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最基本生存的東西 都是想追求快樂的 所以快樂是人去追求人的特質來的 也是我們的本能是想擁有的 那你是否已經擁有 你成果過的幸福 我是否會找到 即使彼此在對方的世界之外 在唇花香的 唇花的香調裡面 世去的愛依然是愛 那我們看看我們怎樣去用這些精油 在我們的方向世界 好了 如果你想複合 但是那段感情已經回不了頭了 那可以怎樣做呢 你可以加一滴玫瑰 那玫瑰是一個比較感覺愛情的精油 那玫瑰是可以當皮膚上面的 可以修復皮膚的瑕疵 支援我們女性的健康 舒緩我們的憂慮和緊張 改善一些親密的關係 跟著提振情緒 感受快樂 增加個人的魅力 那所以呢 曾經我聽過媽媽說 她一聞到玫瑰 她就會覺得 當她很沮喪的時候 她就會覺得很有存在的勇氣 應該這麼說 存在的勇氣 那所以呢 花香調是一些很奇劇化的特質的 那兩種花香調擺在一起 就好像後宮美女好像爭重那樣 那如果不想變成大混亂的話 就是把花精油一起配搭 同調的 同調和保守調的 那這個紅色的花配方是一個不原本的結局 那玫瑰是一些紅色的花 那玫瑰就帶我們去回顧我們的過去的美好 那天竺葵也是一些紅色的花 就是停止亡言 並可以由衷地祝福對方 感謝她和你走過一段路 那你就可以用一滴玫瑰 一滴天速葵 那就擺在你的手鏈 頸鏈 精油的頸鏈 甚至有些人用精油耳環 我今天就帶了一個精油的口罩扣 那我示範給大家看 或者你可以用 我放在口罩那裡 精油的頸鏈 那就可以滴在那裡 那就可以幫助你去吸這個香氣的 好了 那第二個鏈子了 我講一下玫瑰 除了講玫瑰以外 講上天竺葵 那大家都知道天竺葵是一支很類性化的精油 那我最常用它就是用來封胸我覺得很好 媽媽如果失奶我覺得可以幫我們加油和打氣 那另外呢就改善這個血氣的運行 那曾經有人問我的 哪支精油呢是最補血的 那我當時我都在笑什麼有精油可以補血的嗎 那但是我想跟大家講一個小貼士 很多人原來發現自己的驚奇量不多 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那些人是不喝水的 就是不喝水呢 你有一點 你的身體的體液 你要再去製造呢 其實是一個難度的 那所以呢 希望大家就是 如果你首先 你想要那個血氣好一點的話呢 你首先喝水先了 那跟著呢 原來在中醫荒寮裡面呢 天竺葵是一個補血的油來的 那另外呢 就是這個延緩我們的衰老 那就是為我們的月經加油 那平衡我們的油性皮膚 激活皮膚的細胞 那也都有助釋放負面的記憶 提升和諧的幸福感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其中一個formula了 好了 我們看看我們第二個formula先 如果和現任關係受影響 如果過往的戀情呢 留下了陰影 等你呢 現在的新的伴侶出現問題的時候呢 你可以將純正的白色的花香 和勇敢的黃色的花擺在一起的 那就可以擺在一起啦 那這個第一個黃色的勇敢呢 就是橙花啦 那橙花呢 很多人都知道 安眠啦 很好睡啦 也都是一個很開心的精油啦 改善皮膚的狀況啦 消化加油 可以幫我們的血液的壓力呢 加油啦 舒緩焦慮 睡覺講過啦 修復心靈 加強穩定的情緒啦 鼓舞信心激發勇氣和和平感 那另外呢 就有我們的這個羅馬洋金谷啦 那羅馬洋金谷呢 是怎樣呢 我找出來先 羅馬洋金谷呢 就可以消化啦 肝啦 膽啦 加油啦 舒緩神經緊張 提升睡眠的質素 最重要是睡覺 舒緩情緒 去抹掉一些東西 最重要是睡覺 所以很多人經常問我 做完一些療程 為什麼我這麼晚睡呢 其實身體是透過睡覺去做修補的 如果你記得寶寶呢 寶寶出生的時候 其實很輕 有些人最大隻過八磅啦 是不是 普通通我們那些五磅啦 五磅幾啦 我五磅幾啦 但是它靠過兩個三個月呢 它又會追上來的喔 那怎樣可以令到寶寶很急速地成長呢 其實不是最主要是吃 其實最主要是睡 如果那個寶寶能睡得到呢 那個寶寶就會長大 所以在我們睡覺的時間呢 我們是生長和修補的 OK 好啦 那接著呢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 舒緩僵硬的關節和肌肉啦 然後令到你沒那麼生氣 鎮定你的情緒 減低皮膚的瑕疵 舒緩厚厚的皮膚 那也都可以幫助牙齒和牙硬加油的 好啦 那如果你和現任關係受影響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 原來呢 橙花呢 可以帶來新的信任 那另外呢 就是這個 我們叫德國養金局呢 也都可以幫助你呢 穩定你的情緒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兩樣配合在一起的話呢 就破碎的心呢 容易修補啦 那也都吸引滿滿的痛息 重新呢 學習如何愛和鼻愛 好啦 那我們怎樣可以 讓我再加上鏡頭 那我們怎樣可以戴 用在我們的這個口罩上呢 大家呢 如果喜歡我們的系列呢 記得幫我們like and share 幫我們like and share 當然啦 你可以滴起精油頸鏈啦 滴起精油頸鏈啦 OK 那但是我今天呢 就帶了一個口罩扣來 那這些口罩扣呢 我想現在坊間呢 大家都可以買到的啦 就是 這個不難買的東西來的 那些人經常問我怎樣用啦 其實呢 它裡面呢 就會附送了 你買的時候呢 應該有幾個這些貼貼的 這些這樣的 即是這樣的綿的 這個那麼有趣的 少了一個綿的 好 我先開過去 其實呢 它是一個瓷石來的 瓷石來的 那我真的戴啦 那這個呢 你就扭開它啦 是的 它這邊有個黃色的 黃色的綿芯 那我就拿個綿芯出來啦 其實不用拿也可以的 那你就可以加一滴橙花啦 其實呢 它們呢 兩邊都有洞的 那這邊有洞啦 這邊 看不看 這邊有洞 是不是倒四 這邊 這邊有洞 OK 那這邊也有洞 這邊也有洞 那兩邊也有洞 多謝啊 記得like and share 我們這個影片 如果你覺得有用的話 等我 什麼事呢 要不然呢 我老公又說 都沒有幫到人的 那就不用說啦 那我們就滴一滴橙花啦 橙花很香的 我做這個方法啦 對了 其實一滴 已經滿了 好了 接著呢 就再來一滴 拿一滴洋金一滴已經滿了 其實 我沾一下下去啦 太多了 我已經 那我就弄下去了 好不好 那接著呢 我就放回這個 這個口罩扣上 我抹一抹我的手 手有很多精油 好了 那就扭回去啦 那很多人呢 都喜歡RC啊 或者是放些不同的香味下去 那看你自己喜歡放什麼香味啦 那如果你想空氣清新一些的 那就是Purple Mint啦 是不是? 好了 那你戴口罩的時候呢 我戴口罩啦 那跟著呢 很香 那跟著呢 就放在這個位置呢 其實是一顆石石來的嘛 這顆是一顆石石來的嘛 我不遮蓋的 石石來的嘛 那你就這樣吧 那你這樣吧 哇 橙花很香啊 所以很多人喜歡橙花 你看看 看 看 對了 那你就回到外面呢 那你就整個 哇 好香 看到嗎? 那你就可以看到了 那個口罩扣 那如果你說不喜歡放在那裡的話呢 其實呢 有些人呢 會放在衣服裡的 那再不是呢 有時候呢 我呢 會滴在衣服裡的 我直接會滴在衣服裡的 那大家知道我是很懶的 我連確認機都懶點的 我是把這些精油呢 直接放在眼罩裡睡覺的 那還有戴在枕頭上 我覺得放在枕頭就好像 就是抱著我那樣 那有些人呢 喜歡用精油項鏈也都可以啦 精油手鏈也是啦 那其實我經常都想帶一個訊息給大家聽呢 當你改善情緒的時候呢 其實簡簡單單去將精油用出來 那已經是很好的了 就不需要想一下踏什麼位啊那些 就是其實在改善情緒的世界裡面 這樣已經很簡單的了 好 我們去到我們的影片先 好了 我現在有橙花保護著我 圍著我這樣 好了 有些人呢 就會在感情的世界裡面呢 就是難道我不夠好這樣 分手呢 那個時候呢 分手之後呢 或者會忍不住懷疑自己 甚至乎是否定自己 這個我覺得最慘的 那一切都是我的錯嗎 為什麼呢 它沒有選擇我呢 等等先啦 對了 為什麼它沒有選擇我呢 原來呢 玫瑰呢 向來呢 都是治療情緒創傷的萬靈藥 分衣草呢 也都有滿滿的包容和愛 讓你呢 找回自己的尊重啦 離開情緒的黑洞 那呢 為下一段的關係作出準備 那我覺得這個配方是非常之適合 很多單親啦 甚至乎很多想找個盤的朋友啦 那甚至乎你送給朋友禮物 其實我自己都挺喜歡送給朋友禮物 用精油的 譬如有時候我去探望我的朋友啦 吃飯啦 那你也知道 大家也知道我挺忙的啦 那我懶了 就是別人買東西吃的時候 我總是不會去買的 因為 除非在我的世界裡買超市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我就很多時候呢 我會帶一個抗印機啦 我會帶一支 Abundance 那有時候我比較熟悉的朋友呢 我會 即我明知道她兒子的青春期呢 我會帶一支 Abundance 那也都會透過 或者今次呢 這些這樣的時勢呢 我會帶昆士雅啦 那我覺得呢 這些精油是很適合我的朋友用的 那所以呢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的 好了 薰衣草呢 幫助我們情症啦 放鬆啦 平衡身心啦 那也可以支援頭皮的健康啦 跟著呢 也都可以幫助我們皮膚啦 沒有那麼 即有些人敏感肌呢 那用薰衣草是很好的 那另外呢 就是肌膚會再生啦 那還有呢 有放鬆安寧的睡眠 那也都可以呢 為我們的生理周期呢 加油 驅趕昆蟲 那所以呢 薰衣草都是很百搭的 那這個配方呢 我想大家都很容易會有的了 好了 不希望它過得好啊 那這個呢 就是那首歌啦 失去會痛 被剝奪呢 當然想報復啦 我們呢 無法呢 否認呢 負面的情緒 但千萬呢 別被陰暗面吞死了我們 原來呢 是這個深層痛呢 我們可以用呢 我們可以用呢 我們這個呢 叫做鐵燦的精油 其實我呢 有 擺到的字在那裡的 但是 我的女兒呢 好像做PPT的時候呢 我做了一部份 她做了一部份 那呢 就沒有擺到那個字在那裡 遲些呢 我晚一點點會放出來 鐵燦呢 就是可以幫助皮膚啦 也都可以幫助我們皮膚的細胞再生啦 跟著呢 就是幫我們的淨化 特別是我們的氣血裏面的淨化啦 那跟著呢 就是呼吸道加油 腎 鼻尿 加油 那因為它呢 有淨化的作用呢 所以呢 在香味上呢 在心靈上呢 在情緒上呢 是得到淨化的提升的 那這個好好的 幫我們拿走一些我們不好的思想 我們經常都要感恩的嘛 是吧 那也都帶給你安寧的情緒啦 第二個呢 就是 sensation sensation呢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催情的狀態的 其實呢 它是一個很這個 很包容感很高的精油 對我來說 那它就叫做浪漫和親密啦 那它可以做香水啦 它很有花香啦 釋放你的情緒障礙啦 這個很好啦 洗走你的不好的東西 那另外呢 就給你一個很浪漫的感覺啦 提神振奮 那也都離開阻止親密的接觸的情緒問題 可以解開阻止親密接觸的情緒問題啦 那提升自我的表現 興奮感 跟著提升愛和感情 那你都對皮膚很好的 那這個呢 就可以維持著內心的優雅和均衡 就是不要這麼多負面的東西啦 那就不如大家都放過大家 走啦 這樣啦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非常之好的 好啦 那跟著呢 就是 不再愛一個這樣的人啦 你結束了多久啦 那個人的故事呢 仍然會在空裏面的小秋季呢 像一顆珍貴的寶石 就在未來的暖曲呢 都淡然無光 就是你經常掛著之前那個人啦 你接受不到新的暖情啦 如果呢 這個是你的願望呢 那就不要放在這裡啦 應該呢 放脫離你心裏面那個木乃伊 釋放了它啦 好不好 那玫瑰和末利呢 都可以幫你焦桃花 可以令到呢 避免心靈呢 過早枯乾的 那玫瑰我講了啦 那現在呢 就講一下末利啦 那末利呢 就是這個 皮膚很好啦 減少我們的皺紋啦 是不是 那令我很開心的 很浪漫的香水基調啦 浪漫氣氛啦 放鬆身心啦 提升個人魅力和自信啦 可以令到人的心情非常愉快的 那這個呢 你也可以每樣一滴 擺在你的抗香項鍊上 或者你的口罩抗香 口罩抗香扣上 OK 我們去到哪呢 然後 接著 再來了 好了 就會講了 我怎麼會愛過那種人的 這段感情簡直是我人生的污點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拍過幾次歌 一定有這些事情發生的 當一個人突然糾纏在醒悟之中 常常會生氣自己 為什麼會這麼缺乏判斷力 回憶越甜蜜就越顯得情何以堪 這個陽日柱氣息的花香配方 可以讓我們活在當下 令我們化悲憤為活得更加好的動力 就不會浪費氣力去悔恨 這個我也覺得非常好的 第一就是Palmerosa 突然聽到有人唱歌 玫瑰草 玫瑰草就可以更生皮膚細胞的生長 接著 心 神經加油 血糖的平衡加油 接著 調節皮脂線支援皮膚健康 接著 消化 安撫情緒 接著 身份精神 這個就是玫瑰草的功效 但我忘了問過玫瑰草味 我好像在家裡都有 但我好像沒有問過 接著就是我最喜歡的伊蘭伊蘭 我最近用了兩支 之前我也覺得 他經常為他加油 會不會不適合我用呢 但做出來 原來他對於我們女性的賀爾蒙 非常之可以 怎樣說呢 可以幫我們女性賀爾蒙加油 所以我用得很好 如果你有星期一聽Joanne Ken說 記得將伊蘭伊蘭塗在你的觸果那裡 就是腳眼那裡 如果你相信你的驚奇 還沒有完全消失的時候 這個可以將我們內在的賀爾蒙 更加幫我們打氣 所以對女性來說是非常之好的 這個 平衡有之 心律平衡加油 好像我這樣 血壓的平衡也是要加加油 接著就是無法生長 支援我們的腸道 健康加油 接著提振精神 接著就是降低我們的沮喪 改善焦慮和抑鬱 咯咯咯咯 強化專注力 原來可以伊蘭伊蘭 其實我們有很多專注力的正義 釋放負面情緒 原來給我們重拾信心和和平的心態 你每樣一滴 那就化悲憤為動力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幫助自己的一件事 很少人會講情緒的 愛情的如何修復精油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課題 對於一些單身女士來說 都是人生的一個經歷 而我覺得用香氛來做修補 也都是非常好的 那好啦 那今天我們的情緒精油 活辛苦到這裡為止 那記得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Like and Share我們 拜拜